大牙周一佩先前发文指控陈建州性骚扰后 遭到对方提告妨碍名誉 庭审结果于19日出炉 大牙或不起诉经纪人的证词也随之曝光 大牙的现任经纪人过去曾是陈建州的经纪人 于2017年与大牙合作后 对方直接表明不愿意跟陈建州一起工作 经多次追问后 大牙才愤怒的曝光了对方的性骚扰行为 强调当时有极力反抗 清楚拒绝 叙述当下更多次哽咽 大牙的经纪人也透露 某次大牙在节目中被安排和男星近距离搂抱 不料他却因为想起性骚扰的经历 而突然情绪崩溃大哭 可见他心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 对于不起诉结果 大牙深信正义一定会到来 很感谢司法的公正判决 而大牙的老公阿料施 稍早也发文力挺老婆 对于法院认证 大牙不是乱说话 而感到心里暖暖的 他透露自风波爆发以后 老婆从没好好睡过一觉 甚至不得不看医生治疗 如今终于收到判决 想必接下来都会睡得安稳 也非常感谢一路走来 不断给予支持与鼓励的所有人